好 我們提到了力學能守恒 機械能守恒 我們現在用單板的擺動來跟各位再說明一下 這個單板 1是最高點 2是最低點 3是中間的過程 那麼在最高點 1跟4的時候 位子最高不再往上 所以它速度為0 所以沒有動能 動能是0 因為最高點 所以位能會最大 位能會最大 那麼擺到最低點 2的時候 我們通常把最低點的位能當作是0 所以最低點的時候沒有位能 或者說位能最小 我們通常 我們習慣上把最低點的位能當作是0 而那時候速度最快 所以動能會最大 而這個過程中就是動能換位能 位能換動能 動能如果增加 位能就會減少 位能如果增加 動能就會減少 所以 1跟4的位能如果是5焦耳 如果在1跟4的位能是5焦耳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 在2的動能應該是多少焦耳 如果在1跟4的位能是5焦耳 那麼在那裡的動能應該是多少焦耳 5焦耳 我們請11 11 他生病 他生病喔 他饒過你 14 他病得更重 他病得更重 5焦耳 一樣大 胃能換動能 動能換胃能嘛 所以叫做一樣大 所以有什麼焦耳 所以就是有關係 我剛才跟你講應該是動能加位能等於動能加位能 可是因為最高點沒有動能 所以就加0嘛 最低點沒有位能 所以也是加0 這樣就不加嘛 所以就直接選擇mgh等於2分之1mv平方 最高點的位能就等於最低點的動能 然後就可以 簡單的問就是問他有幾焦耳 麻煩問問他速度有多大 動能等於1分之1mv平方 然後去算速度多大 你這樣做而已 意思都是一樣的 OK 好 那在整個過程中 整個過程中 在3的時候呢 就是既有動能也有位能 可是他的總和是一樣的 他的動能加位能就等於在2的動能 因為2的時候最低點沒有位能 就等於在1跟4的位能 因為呢 1跟4最高點沒有動能 反正就跟你講過 計算的想法就是 動能加位能等於動能加位能 動能加位能 動能加位能 這樣做就可以了 如果你做的過程中 發現力學能不守恆 前面的動能加位能 不等於後面的動能加位能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你不是只有守恆力在做功 一定還有別的力 摩擦力或其他的外力在做功 所以才會增加或者是會減少 他就會問你說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發現他會增加 表示那個力量是在做正功 你發現他在做復功 這我們前面教過的 做正功能量會增加 做復功能量會減少 就是我們的想法很單純 我們來看一下康軒的示範影片 把握開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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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速率變大 動能增加 反之在上升的過程中 高度變大 未能增加 速率變小 動能減少 在過程中 動能與未能互相轉換 而總和未保全不變 即將為力絕能守恆 好這又是示範 很簡單 考試的時候丟石頭上去掉下來 擺來擺去 然後就開始問 這段過程中動能是增加還減少 未能增加還減少 問你這段時候動能應該多少 未能應該多少 跟你講過了 只要跟計算有關係怎麼做 這裡的動能加未能等於那裡的動能加未能 就解決掉了 這就是 告訴你很簡單的力絕能守恆 觀念非常簡單 但是考試也非常愛考 所以你要了解 動能加未能等於定值 我們稱為力絕能守恆 ok